瑞士银行的大名想必大家都听说过,其凭借保密性和安全性,引得无数富豪们将钱存在里面,台湾前首富王永庆便是其中之一,他在瑞士银行存了一笔400亿的巨款,却没想到在他突然离世之后,瑞士银行却拒绝王永庆的子女们将这笔钱财取出来。 瑞士银行声称,要想取出这笔钱,就必须要有资金主人的遗嘱,否则无法办理,而台湾政府表示,想要拿回遗产,就要给75%的遗产税,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,王家儿女有将这笔钱取出来吗? 揭秘案件,洞见真相,每一案都是社会的缩影,欢迎小七七文管,王永庆的成长之路充满坎坷,王永庆生于1917年, 出生在中国台湾省,祖籍福建泉州,别看王永庆如今拥有辉煌成就,其实小时候王家却并不富裕,生于那个混乱的年代,更是让他从小就过着阶级鲜明的生活, 不过家里虽然贫穷,父亲却十分疼爱他,家里的吃穿也都紧着最好的给他,即便条件有限,王永庆也不愁吃穿,不愁学上,王家祖上世代都是靠种茶叶为生的, 父亲继承了祖上的一波,靠着一手炒茶叶的功夫赚的钱,供他上学到了15岁之后,便将其送到了嘉义米店当学徒, 那时候家里人总认为男子汉需要有一技之长,做点生意赚点钱才能养家糊口,是以王永庆在米店里学了一年之后,便在父亲那儿借了200元钱,表示自己想创业做生意, 父亲听后也十分支持他,东拼西凑,给他凑出了200元钱,于是王永庆便拿着这笔钱,也开了一家米店,作为生意人,王永庆十分真诚, 他不仅将米里的杂志最大程度的挑选出来,售卖给顾客的都是最优质的无杂志大米,还免费给客户清理米缸,因为他的诚信和口碑,很快他的米店生意就火爆了起来, 到最后他的门店几乎一天都能卖百十蛋米,有时候人们甚至早早的都来他的门店前来排队,就为了买他的优质大米,王永庆健壮,便拿着赚来的钱又开了一家门店,人们冲着他的口碑而来,第二家店也异常火爆,就这样,他的第三家店,第四家店,也缓缓地开了起来,十年之间,他的米店为他积累了不小的一笔财富,不过在二战爆发之后,战火蔓延民不聊生之下, 王永庆最后在战火下还是放弃了米店的生意,他带着赚来的钱财回到了家乡,购买了几十亩粮田,在家乡当起了小地主,不过很快,王永庆发现,因为战争的缘故,木材生意似乎是一个很大的商机,他在三思索之后,决定抓住这个机会,将此前积累的剩余钱财,全都转头,到了木材生意上。 二战波及全球,需要的木材数不胜数,王永庆在这其中狠狠地赚了一笔,直到二战结束,王永庆还抓住各国恢复建设需求的机会,继续做着木材生意,在这个巨大的风口上。 王永庆几乎可以说是赚了个盆满钵满,身家也成为暴涨,成为了很多人羡慕的千万富豪,可谓风光一时。 1954年,台湾政府开始接触王永庆,希望他能开一个塑料公司。 彼时的王永庆经过两次成功,人还是有些过于自负了。 他在不懂塑料生意的情况下,没能经得住政府的游说。 开了一家名为福茂塑料的公司,专门生产PVC产品,但公司开起来之后,台湾政府却并没有做到自己的承诺。 他们也并非真心想要与王永庆合作,之所以游说王永庆开塑料公司,不过也是想把他当作一个跳板,来得到美国的经济援助罢了。 王永庆在无知的情况下,当了政府的跳板,后知后觉,发现问题之后也无力回天,最终散尽钱财入不敷出。 这可以说是他人生的第一大磨难。 而在这个结果眼上,王永庆的父亲也生了病,而他手上已经没有任何多余的钱财为父亲治病。 他带着父亲在医院里,甚至连床位也睡不起,只能与父亲相互依偎在走廊上打地铺睡觉。 但最终父亲也未能救治过来,熬了一段时间之后,还是沉睡在了他的怀里。 父亲的离世让王永庆伤心至极,他后悔自己的自大,也怨恨自己的无能。 父亲本可以安度晚年,却这样潦草地去世,他不甘心。 那时候起,王永庆就发誓,自己一定要出人头地,要赚很多钱,也希望有朝一日能帮助那些与父亲一样的人。 意外去世后,400亿遗产无法取出,塑料公司前途渺茫。 王永庆也看不清自己的路要怎么走,但王永庆如今也只剩下孤注一掷了。 他没有回头的路,就这样坚持到1978年迎来了转机,塑料公司开始接到订单,并且在这一年创下了10亿美元的营收。 王永庆抓住时代风口扩大发展,终于在1980年,名为台湾塑料公司的福茂塑料公司,就发展成为了全球最大的PVC工厂。 此后,他便开始了领域的扩张,业务几乎难过各大领域。 2000年之后,他的身家就已经超过了68亿美元。 2008年汶川地震时,王永庆还曾拿出一个亿帮助汶川同胞们重建家园,但也是在这一年,10月15日这天,已经92岁高龄的王永庆却突然在美国病逝。 他的死亡震惊全国的同时,也让不少人关心其他的遗产继承问题。 王永庆子嗣众多,已生娶了三位妻子,三位妻子生了两个儿子和七个女儿。 决西,这还只是公开的,为公开的私生子有多少无人知晓,父亲有如此大的财富,哪个子女会不心动呢? 但王永庆生前的时候,家族内斗问题就已经十分严重。 他心知自己去世之后,肯定会爆发一场豪门遗产争夺大戏,是已生前在海外就成立了一个信托基金。 他将2600亿的身家都放在了信托基金,在台湾留存的资产仅仅只有600亿。 这也让台湾政府十分不满意。 海外信托基金的钱财子女根本无权过问,全权都交给职业经理人打理,只是每年会分给子女们一部分钱罢了。 不过,子女们争夺的却也不是这个信托基金的财富。 原来,王永庆去世之后,王家儿女们也才知道,父亲生前还在瑞士银行存了400亿具款,之所以没有将这笔钱放在信托基金。 也是当时王永庆为了以备不适之需而留下的一小部分钱财。 不过没想到,他却走得突然,这笔钱并未留下遗嘱交代要如何分配或使用就离世了。 而王家儿女们也是描上了这笔钱。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,等王家子女们办完父亲的葬礼,拿着所有资料向瑞士银行提取这笔钱财的时候, 却被告知无法取出。 这下让所有人都傻眼了,父亲留下的遗产。 子女为什么无权取出呢? 存钱容易取钱难。 瑞士银行告知王家儿女,他们是按照规矩办事,并不是在耍无赖。 银行规定,资金主人如果过世,子女想要继承遗产,就必须得到资金主人的法律授权才行。 无论是书面材料还是纸质遗嘱,甚至音频或者录像都可以。 但很遗憾的是,王永庆走得突然,根本就来不及留下任何刑事的遗嘱。 王家儿女没有遗嘱,也没有任何凭证,所以银行无法让他们将钱财取出。 这样的说法也敌,却符合瑞士银行遗产继承的规定。 王家儿女没有办法,但也实在放不下这笔巨款,于是再三思索之下,也放下了内斗。 大家团结一致,找到了台湾当局政府,想要与台湾政府合作。 通过政府的协调,拿出这四百亿。 而且,除了瑞士银行这四百亿之外,王永庆在台湾也留有六百亿的钱财。 这也是王家儿女如今想要收入囊中的。 但台湾政府哪里能轻松让他们将钱财拿回去? 台湾政府不仅想要吞掉六百亿钱财,并且对瑞士银行的四百亿也十分心动。 如果能让王家儿女顺利拿回四百亿,自然再好不过。 于是他们欣然答应,但表示有条件,王家儿女想要继承这一千亿钱财,就必须给出百分之七十五的遗产税。 王家人不是没想过台湾政府会提条件,但没想到他们完全是狮子大开口,当即就拒绝给遗产税。 但台湾政府却以此为由拒绝他们,挤成六百亿钱财。 最后王家儿女为了避免遗产税,便想到一个办法,那就是以慈善的方式将这笔资金捐出去,此后再经过各方协调拿回这笔遗产。 这样的话,六百亿只需要交一百多亿的税钱就能拿回来了。 但瑞士银行的四百亿银行却怎么也不松口,为此,王家儿女还将瑞士银行一纸诉状告到了国际法庭,希望通过国际审判来拿回这笔钱。 但很遗憾的是,至今他们也没得到一个好的结果,四百亿仍然被冻结在瑞士银行之中。 也不知道王家儿女是否还能取回这笔遗产,都说瑞士银行是这个世界上最安全最有保障的银行。 大部分富豪都会选择这个银行存放自己的钱财,但如果今日王永清还活着的话,也不知道是否后悔此前将钱存入银行之中呢。